大家好我是游子 这两天陆陆续续的都采了好多菜 今天是有一个朋友一定要我做一个油焖茄子 哎呀我等了好几天茄子也没收到 终于昨天我收了几个茄子 做油焖茄子我都会放一些辣椒 所以我也采了一些辣椒 今天又采了一些扁豆 扁豆啊我都是新鲜的吃 绝对不想让它冰箱里尝 因为新鲜的现在太好吃 每天吃我都吃不厌的 辣椒呢我就是把头里面的那个籽 跟那个头把它去掉了 茄子也是把头去掉 但是千万不要切 做油焖茄子啊 一定要选那种细细长长的 要整个茄子这么煮的 要不然味道就不一样 现在起油锅 把辣椒跟茄子放下去 哎呀我是没有滴干水分啊 所以有一点爆油啊 然后一定要赶紧翻炒 铁锅是热得很快 翻炒以后我加了一点点的盐 因为想让它出点水 什么叫油闷 就是油要多 但是不能放水 现在的火呢我大概是开到六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开到十 在翻炒的时候 现在焖的时候呢 要开的稍微小一点 铁锅是很容易烧焦东西 尤其是我这个铁锅啊 很薄 所以一定要小心 不要让它烧焦了 另外就是油要比平时你煮菜 要多一倍 油一定要多 你如果先把这个茄子啊 蒸一下 蒸了半生半熟的话呢 也可以 但是呢就是很容易碎 炒的时候很容易碎 所以呢 最好就是掌握火候吧 火不要开太大 油多一点 打开盖 还炒一下 经常翻炒一下啊 你看它还是焖出来好多水的 白的茄子它有点这个发黄了 这不是焦啊 是它这个颜色啊 就煮了以后啊 尤其是放了盐啊 它就会有一点焦焦的感觉 其实不是焦 然后盖上盖再焖一下 现在开盖 我加了一些这样的酱油 它这个酱油是熟酱油 味道很浓很浓 你只要加一点点 它就特别的有味道 这个酱油Hmarket有买 20多块美金吧 但是一定要看清楚 它的商标上有写Euro 就是欧洲这两个字 它做三黄鸡的蘸料 放点鸡汤啊 放点葱 哎呀 特别好吃 家里真的得备一瓶这样的酱油 现在再开盖看看 茄子跟辣椒已经都软了 就是熟了 辣椒已经变成虎皮的了 我又放了一点糖 翻炒几下以后 盖上盖 再让它焖一会儿 说实在了 做这个菜啊 要有耐心 慢慢的让它所有的味道都到这个茄子跟辣椒里面去了 这道菜啊 是我去宁波 我舅妈做给我吃的 她用的就是杭州茄子 细细长长 比我这还细呢 所以最好是用杭州茄子来做这道菜 我用的这个辣椒是螺丝椒 它不是很辣的 可以说几乎不辣 我舅妈那次用的 它是用的是羊角辣椒 好像我们这里也有啊 就尝尝的羊角辣椒 也是不辣的 因为我们都不太会吃辣 那个羊角辣椒肉啊 比那个螺丝椒的肉还要厚 所以更好吃 但是它都不切的 都是整条的 你看炒到现在这个程度啊 茄子也好 辣椒也好 都已经很熟很熟了 我现在就起锅了 其实就是你起锅了 你放在那里啊 它还在那里煮的 这就是油焖茄子 严格的说应该叫油焖茄子辣椒 辣椒跟油焖茄子你可以一比一来做 试试看 很好吃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辣椒 你全部用茄子也可以的 应该这个菜呢 是有点甜口的 但是呢 怎么说呢 我们家因为吃惯了宁波口味吧 就比较重 所以呢 我糖都是放的很少 但是还是要放一点的 也可以掉鲜味 对不对 好 这个菜我就介绍完了 今天我还要介绍一道菜 就是凉皮 我们上海人不叫凉皮 叫母 夏天呢 我们都会吃这道菜 在这里呢 根本就买不到 所以呢 我就自己做了 这是在JuJu Ranch买的 韩国人的 绿豆 Starch 绿豆粉 Hmarket也有买 然后这个是做这个木屋呢 做这个凉皮呢 是1比10 也就是说 绿豆粉1 水是10 我是因为这包已经用过了 所以呢 我今天把它全部都做完 我量了一下 差不多就是 一个半克绿豆粉 那我就加了15克的水 你要做的软一点 你也可以多加一点水 但是我的这个比例啊 我觉得软硬差不多 就是1比10吧 记住啊 1比10 然后呢 就放在炉子上 开中火 就这样一边调 一边让它煮 要有耐心哦 我这样大概煮了 五六分钟以后 我就加一点盐 然后再加一点点油 不需要加很多 味的是它有一点点味道 然后吃起来有点滑 这样我大概煮了十几分钟吧 你看它 慢慢的就变透明了 然后慢慢的就变成糊状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可以入磨了 我准备了三个盒子 因为我不想做的很厚 其实做厚一点好 我是做的很多了 是想送两个朋友的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 他们要怎么切怎么弄 所以我就平均分了三个磨子 为了让它平整嘛 你放好了以后呢 抖一下 这样它就平整了 就这样让它凉 也不需要放冰箱哦 但是等它全部凉了以后呢 你盖上盖 放冰箱 吃两天三天都没有问题的 我是吃完晚饭做的 看看那天晚上的海景 太阳落山了 天很凉哦 接着第二天中午 我拿了一点萝卜干 你可以用萧山萝卜干 我这个是用的是 台湾人做菜脯蛋的这个萝卜 那个萝卜干蛮咸的 切了一根香肠吧 把它切成末 打了六个鸡蛋 放了一点黄酒 盐都不敢放 因为那个萝卜干很咸的 萝卜干我也没放多 大概就放了六七根吧 就上次做那个菜脯蛋 多下来的 然后我用这个锅 来做蛋卷 这个锅 我买了以后 我别的不粘锅 我就不用了 炒鸡蛋 我都是用这个 你要做荷包蛋也可以 然后炒鸡蛋小了一点 做蛋卷特别好 一层先放下去 不要去动它 稍微抖抖平就可以了 然后就把它卷起来 我很喜欢做卷蛋 你也可以放什么番茄 或者是青椒 做那个 但是有了这个锅 尤其它那个铲子 特别好用 每次你放下去的时候 你得把鸡蛋搅拌一下 因为怕那个萝卜干 跟香肠 就是盛下去了 我这样来来回回 卷了好几次 如果你光做卷蛋 就放一点点盐 跟黄酒就可以了 而且卷起来就更好卷 一般做蛋卷的话 两个鸡蛋就够了 我今天是做的比较多了 我怕这个香肠不熟 所以我又盖上了盖 让它稍微小火 焖一会儿 有一点点鸡蛋 就是卷不起来了 两头你看多一点出来 没关系啊 我到时候把它切掉 吃掉就好了 现在我把它切成一片片 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来切吧 我已经想好了 做凉皮的时候 放一块这个蛋卷 就把它弄碎一点 因为凉皮没什么味道 这个放上去就会很好吃 萝卜干脆脆的 香肠和鸡蛋又香 我把多下来这两半切掉 这样看上去好看一点 那些破的就塞进嘴里吃了 哎呦香啊好吃极了 我就在想 是不是厨师也是这样的 把边上的不好的切掉 然后往嘴里塞 因为我发现厨师都很胖啊 中午还炒了一个馅菜 炒了一个香肠炒 这个宽扁豆 现在是晚上了 这个油啊 是我之前熬的那个葱头的油 晚上我想吃凉皮 我把这个熬的葱头油啊热一下 然后这里呢 我就把这一罐倒出来 这个上面有一点水啊 把水倒掉了以后 就把这个凉皮倒到这个盘子里 然后就用这个来把它拉撕 这样出来的就是凉粉啊 凉条凉皮凉粉母屋 反正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 我就觉得这个机器很好用哦 这是朋友去中国帮我带来送我的 我开始还看不懂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因为它叫别人带给我的 我也没问 所以放在那里放了好久了 才问他们 他们说 你做凉粉的时候就用这个东西来拉撕 我现在已经学得很顺手了 接着我放一些盐 芝麻 还有含过的辣椒粉 再放了一些这个酱油 再用热油 就是葱油热油浇上去 然后我还放了一块这个 阿姆呢 接着我摇了两勺花生酱 也是放了那一点 就是那个鲜酱油 再对了一些水 把它浇成糊状 浇在这个凉皮上面 拌一下 我想把多下来的凉皮 都把它做好了 放在碗里边 这样吃起来就方便了 这里至少还能做两碗 因为浇的时候呢 我没有浇的很厚 应该要浇的窄一点 用个模子窄一点 厚一点 这样呢 就是可以拌很多凉皮出来 你看 因为我做的比较薄吧 拌了一下 它就碎了 没有关系 我把多下来碎的呢 再把它切成块 其实当时我就是想用刀 就把它切成块 就像上海的抹屋 这样来做的 我也做过一个模屋视频 我把链接放在下面 你们可以去看 但是呢 后来我想到这个 拉丝的这个东西 我就想 我先拉丝 等多下来的 我再做成模屋 所以我又做了两碗 这个凉皮 这就是我做的葱油 我还得烧一碗葱油来浇 那两碗 凉皮 我在做的时候 我就想 好像还缺一样什么东西 对呀 黄瓜死亡了 你看我摘了那么多黄瓜 是不是应该 弄一个黄瓜 我拿了一个白黄瓜 把它去皮 因为这些皮啊 还是我觉得还是太老 但是有的人跟我说 很好吃啊皮 那有可能我不行啊 然后用个刨丝剂 把它刨成丝 这样它的大小 就跟凉皮差不多了 然后浇在这个凉皮上 哎呀 这才叫完美啊 我跟你说啊 拌这个凉皮 如果你没有这个 萝卜干鸡蛋的话呢 你可以放点榨菜 放点肉松 都可以的 如果你还想换个别的方法的话 你可以炒一个毛豆 放点那个虾皮拌在里面 都可以的 但是花生酱跟那个葱油是少不了 好吧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关注 如果想吃凉皮的话 现在就可以去做了 这是我周末 介绍给你们几道菜 祝你们周末快乐